所以今天的開會裡面 有越南的這個奇幻世界的全職衣服 我們非常感謝由你們的加入 你們就是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朋友 因為你們的加入讓我們台灣 更添非常多美麗的色彩 接下來我們會依序的邀請我們的市長 還有各位長官上來進入我們今天的儀式 首先請 我們等一下五四三二一就把我們 這個全世界最美的一句話 我愛你的各種不同的語台 插入到我們的台座上面 象徵著我們今天這個世界慕魚日的開場節目 我們特別還準備了其他的牌子 來每個人都有拿到嗎 來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 對對對 好現場音樂請準備喔 這一刻呢 全台灣的世界慕魚是只有高雄世界慕魚的活動 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我們現在開始囉 五四三二一 請參 高雄市 105年度 世界慕魚日 活動 正式 開水 另外一個 拍照 更容易象徵著族群的融合 高雄的包容利 我們帶你給他們掌聲鼓勵 每期朋友們 請捕捉這個歷史式的畫面 謝謝 謝謝 比一個讚 高雄市1050節目一日 讚啦 好 謝謝 市長 各位長官 各位貴賓 請您回座 有想說 跟我一樣 關心母語 希望我們一起來推動 母語日所有在場的貴賓 好朋友 大家早上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 我今天非常感謝 我們所有的工作團隊 大家籌備世界母語日 親愛公公公公公 我們很多夥伴 為了今天的活動 做了很多的努力 我想非常非常地感謝 我們高雄市政府 我們的 胡鴻某副市長 我們非常感謝 教育局 換訓利 換局長所領導 教育局的團隊 社會局 姚以敬 姚局長 跟社會局所有的夥伴 這些工作夥伴們 我們延民會 股眾主委 客委會 我們的股秀會股主委 空空大學 我們張校長 東華大學 我們的老朋友 童春花 童副教授 還有今天 高雄市客家青年會 我們劉理市長 台灣藍社會 台灣的募務 幾乎用盡 斷生的力量 張護具 張社長 教育局 包括本土教育的知行顧問 我們的秋美榮出顧問 蘇德嘉山 陳校長 青山國小 中校長 後民國小 李校長 還有我們原住民的兒等議員 跟今天在場 所有所有的夥伴 今天是世界母語日 我們在這裡 推動各個族群 大家一起努力 來說自己的母語 我們認為 一定要跟大家報告 台灣是一個族群多元 我們一直尊重多元 我們是一個各個族群非常和諧的國家 我們希望高雄能夠繼續保留族群多元 尊重多元 尊重每一個族群的平等性 我認為這是一個我們非常優美的傳統文化 所以也是我們高雄 我們認為我們是一個海洋的首都 海洋就是包容 就是不同 所以今天高雄市的世界母語日 我們努力推動 努力推動 金愛公勞勞這個活動 師傅的團隊邀請 中華義校 正興國小五福國中 還有鳳山高峰等等 有26所學校共同舉辦 我們用非常多彩的高雄 作為主軸 來展現高雄 是一個非常多元 有特色的城市 聯合國的文教組織 2009年報告 台灣現在有24種語言 很可能有媚姐的危機 其中包括凱達格蘭語 剛剛我們一開始的西拉雅語等等 這七有七種語言 已經被認定 這些語言都已經即將流失 我們知道 一個語言的流失 會造成很多文化遺產的消失 譬如每個語言中的詩歌 宴語等等 傳統很多的故事都會不見 所以我們要保留 這麼多重要的語言 聯合國在全世界呼籲 每年的2月21日 是全世界世界母語日 呼籲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請大家尊重 族群多元 族群平等 每一個族群的文化語言 要同等受到重視 那今天我們高雄市 我們各個學校 我們也一直努力 來推動奴語日 我們在這裡 要特別感念 已經不在的 鄭正義鄭老師 鄭正義鄭老師 對高雄市推動母語日 非常非常地關切 也給我很多很多的壓力 他認為高雄市 作為一個多元多彩 非常豐富的城市 我們應該要讓每個學校 從學校開始來推動母語 所以我們教育局 在鄭老師的辨測之下 我們邀請專家 學者 民間社團 代表等等 組成本土教育 推動委員會 定期召開會議 同時辦理 恍事的活動 我們積極來推動本土教育 跟母語日的活動 那我記得鄭老師 在離開之前 公開稱讚高雄市 對於母語日 母語的教學 他認為給我們高度的肯定 那今天高雄市 我們在2010到2015年之間 國中的老師 國中小的老師 通過母語的認證師資的人數 明南語有521人 客家語言有106人 原住民語各族不同有81人 教育局跟學校對於 我們本土語言 都是非常認同盡心盡力 我們非常感謝教育局 換局長 跟教育局所有的夥伴們 學生學習的表現 成果也非常豐盛 我們原住民語 南語 客家語等等 在各類的全國競賽之中 都是成績非常好 我們覺得非常的驕傲 我們現在除了各種語文 我知道我們的客家話 現在高雄市有2萬多名的孩子們 他不同的族群 但是有2萬多個孩子在寫客家話 這個都是一件我們認為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今天母語日的活動 我們非常感動有這麼多人共同關心 我們非常感謝有這麼多人 一起來支持我們世界母語日 大家很愛說母語 那我想不管靜態動態的表演 原住民的 蘭拉魯瓦族 卡拉卡拉夫族 西萊亞等等 這些都有展示跟演出 另外也有我們來自越南印尼的新住民等等 有23個團隊 有各式各樣的演出 包括他們的文化飲食的體驗 都是精心用心的準備 都是非常的精彩 我們希望大家 能夠給各個不同族群的人 在推動母語的部分 給他們相對的高度的肯定支持 高雄市一定會繼續努力 來推動各種文化資產的保留傳承 我們委會繼續努力 透過跟國外有人的交流 讓全世界認識台灣 認識高雄 族群多元非常豐富 各個族群都受到平等的尊重 所以今天在世界母語日 我們強調 親愛公公母 每個人都有權利 學習母語 不管他是哪一個族群 每個人的母語 都應該受到充分的尊重跟保護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這麼多人給予我們鼓勵 我們再次表達我們的敬意 跟大家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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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謝謝黃淑媚 黃藝媛的力量 也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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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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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